接下來我們要講創業 就很多人啊 在泰國找工作之後 不如意就想要創業 或者是台灣的公司 海外的公司想要進入泰國的市場 創業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 我們兩個應該算前輩吧 他是人生勝利子 我是人生失敗子 等一下大家就會知道為什麼 我是人生失敗子 應該是說 他是一個血淋淋的案例 我身邊有很多的 真的也是創業過的人 先指導我了 所以其實我有避開一些 我覺得是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項 可是因為他真的太 天真無邪又可愛 天真無邪又可愛 低俊 所以呢他就發生了一些 真的血淋的案子 讓我自己覺得其實蠻可惜 這是我相信大家未來有可能遇到的 好先跟大家講一下背景好了 他現在做的是一個影視公司 專門做藝人經濟啊 拍電視劇啊 電影啊 這一類的影視產業 然後公司呢是註冊在泰國 所以算是一個泰國公司 對算泰國公司 但是是外國人來做投資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就是一個大雜回 就是什麼都做 藝人也要做啊 活動也要做啊 演唱會也要做啊 像我們也接拍一些廣告啊 海外來拍廣告我們也做 這個 我知道可以提一下 到時候跟大家講一下 有需要怎麼注意的事項 這樣子 這個影片是比較入門的一個影片 如果到時候你需要比較 深入了解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把資訊丟在下面 那最重要是開公司 我們會有多少基本額 有外國人的話一定有兩百萬 對啊 兩百萬 兩百萬的資本額 聘一個外國人 而且一個外國人的名額呢 還要再配四個泰國員工 四個泰國員工 所以當時就是為了這東西 其實也花了一點小錢 去找這些訊息 開這間公司之後呢 你要先找到可以信任的 因為他要幫你刨一些文件 但是你千萬記得就是 你在你的申請公司的時候 一開始你是不能進到公司裡面 當負責任 所以呢 你只能變股東 對 因為一開始你是沒有工作證的 你一旦沒有工作證 你就沒有辦法合法在泰國工作 對 所以當時呢 我們先做股東 可是在股份裡面呢 外國人又不可以超過 49% 外國人全部的股份加起來呢 就只能有49% 51%一定要是泰國當地人 因為泰國政府是保護 泰國當地人 因為畢竟你也知道 外國人還是權力比較小 比較受到受傷 或者是受到排擠 所以當時我開公司的時候呢 我決定將我剩下的51% 是分得很3 就是分得很小的%數 因為這樣子呢 他們就不能攻擊我 所以我就很不要臉的 他們分得很3 然後開進公司之後呢 就開始做營運 因為其實我原本就在做娛樂業 所以其實在這邊也認識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一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一直有營收 就比較不擔心 可是如果你是一來就要馬上有營收的話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對市場 你對很多東西 你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做一個事 對 一些connection啊 一些市場的習慣啊 你都要先了解 對 所以當時我做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開公司 然後就認識了一些人 就開始有一些合作 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知道外國人嘛 所以你要進公司的時候 你必須要4個人 有3個月的一些稅金報表 我們叫做婆婆堂所 就是婆婆30的一個報表完之後 你才可以申請你進到這個公司當負責人 負責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拿到工作證 跟工作簽的部分 但是你要記得一定要先換成商務簽 觀光簽是沒有辦法拿到我們所謂的工作簽的部分 你必須要先轉成商務簽之後 再轉成工作簽 對 所以就是一個外國人 不管你現在人在泰國還是在外國 你一定要在外國先拿到商務簽 進到泰國之後呢 轉一次工作簽 可是工作簽呢 只有3個月 你要再延簽一次 你才會變成一年的工作簽 然後每一年 看你的公司的規定 是每一年更新一次 但是每兩年更新一次 對 它會依政府的看法 給你時間的長段 所以你自己是不知道 你自己可以拿到多久簽證 然後簽證在泰國非常麻煩 很久的時間 你要準備這麼大跌的位置 對 然後通常呢 很常遇到的經驗是 你資料都準備好 去那邊他跟你說 少了這個 好你回去準備再拿給他 又少了那個 他不會一次告訴你少了什麼 就是要一直送 一直送 3到4次是基本的換 我每次簽證轉換少說 都要6個月起跳 因為我自己工作快 我都很不要臉說 去處理 因為其實真的 會計很重要我覺得 然後文件也很重要 然後 人不要臉也很重要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會去找 真的找人家來幫忙 做這些事情 文件怎麼齊全 會先去問前輩 對然後去收集文件 然後把它弄到最齊這樣子 可是真的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在申請商務簽的時候 你之前公司就必須要成立 對 他才可以給你邀請函 對 然後邀請函之後呢 還有一些公司的資本文件之後 你才可以從 應該說移民局那邊去申請到 你所謂的商務簽證 再來這邊的時候 就會做很多 有的沒有的 一些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流程 會非常簡單 但是每一個流程 它會有非常多的細節 以及非常多的轉換 我那個時候呢 就是一氣之下 我每次簽證轉換 我都請待辦 其實能夠解決的事情 都是小問題 人種客人不是要貪小便宜 所以我都逼我公聖說 一定要做到 對 你就是拜拜 OK 你就是一個灌老闆 就是 算是吧 不是因為我的員工都對我很好 所以其實他們都還蠻 依著我的要求 所以就是我說什麼 他們都會盡可能達到我的需求 正常來講的需求 不是特別需求 誰知道呢 好啦 我們剛剛聽完 人生勝利組的例子 我們現在來聽人生失敗組的例子 就是摺著我自己的例子 我自己呢 是一開始 老順不當的嘛 就創立了一個 網路行銷公司 專門做我的頻道啊 舊頻道啊 新頻道啊 然後呢 因為 這會牽扯到一些 drama的部分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會比較隱性埋名的 講這一切的緣由 那一開始呢 我創立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傻傻天真 什麼都不知道 我的夥伴 他就說 我沒有辦法成為 公司負責人之一 那公司負責人就是他 然後再加上我的股份 就是49%而已 我們只有兩個人合夥 所以呢 我一開始就不知道 我就覺得 喔 OK 然後我什麼簽證啊什麼 都拿到了之後呢 前一陣子呢 公司越來越大 然後金額越來越大 所以呢 我的另外一個合夥人 他就覺得 因為 應該是這樣講 我這樣講好嗎 就是說 來 我來幫你解釋一下 好 因為其實 接下來就是可能會有牽扯到一些利益的關係 所以變成是說 因為他本身 他沒有是公司負責人 所以他在 法律規範上來講 是沒有保障的 對啊 然後就變成是 因為他的股份也沒有過半 那沒有過半的話 其實在 合約 或者是在一些 文書上面 其實是可以有一方去做變更 對 只要那一方負責人去 我甚至不用出場 他 我的股份就會被起掉了 你的股份 他的股份就可以變成 別人的 因為其實股東只是 一個錢 但是 在法規的負責人來講 還是以公司文件上的負責人為主 所以當時其實 我跟子哥認識的時候 我有罵過他 我說 為什麼你沒有把自己放在負責人裡面 結果他就是天真無邪又可愛的蠢 對啊 他說不能當負責人 所以他就沒有當負責人了 看蠢不蠢 怎麼可以蠢成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啊 然後呢 你就整盤被搬走 那個時候因為有一些利益糾紛 那我就請了律師來協商 協商好了之後呢 本來是我可以得到公司的 那我用公司的錢把 他的股份買下來 那對方呢 他發現了他好像比較有權益 就是他的牌比較多 所以他最後呢 就直接想方設法的 讓我把我的股份給賣掉 讓出去 對 讓出去 所以有人就是天相無邪又可愛的 到之後就是輕飄飄的就飄走 真的這個就是血淋的案子 因為所以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未來想要開公司的話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能未來會遇到 或者是必須要注意到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合夥生意上 不管是朋友或什麼東西 我們就是要說清楚 而且一定要保護自己 因為其實我們人在國外 你要找誰都幫不了 只有自己可以幫掉自己 對 所以像我現在如果 就是要我再重來一次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小心 我不會 我不會那麼相信我的 泰國合國人 因為我真的非常相信 就是我找了和律師來協商 協商完的時候呢 就是要簽約的前一天 他怎麼大翻盤 就說他要比我慢 我就發現我什麼權益都沒有 我那時候真的才發現我什麼權益都沒有 所以他一旦走去勞工局之類的那些地方 他只要 因為他是公司負責人 而且他是唯一負責人 然後他又有大部分的股份 他只要一個簽名 我就是被踢標準 所以我如果不把股份讓出去的話 我等於就是 我什麼都沒有 有嗎? 但是你怎麼可以存到 就是你不會想要進到公司的負責人名單 我好像有提過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合夥人 他是說 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我就相信他 我就讓他去處理行政東西 會計的東西 我跟你講 那個會計的那個賬單 月接單 我一次都沒看過 因為他說他沒有控訴 你看 蠢不蠢 蠢不蠢 你怎麼可以 像我跟你講 我很不要臉的是我什麼事情都要管 就是所有的帳戶當然我都要過我的臉 就是我什麼 就是一個很管家的 一個不要臉的人 有什麼事情都要管過 真的 我只能說 其實因為真的相信朋友 所以當時我第一次 我記得我還跟整個見過面 你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問他說 你的股份是怎麼樣 我很不要臉 第一次見面喔 我問一個 初次見面的人說 你的股份怎麼樣 對 多不要臉 但是 但是你要先聽我講 我問的原因是因為我擔心 因為其實他也是台灣人 所以其實我當時是 出自於關心的角度去問他 但是因為他給我的態度是 他真的很相信這個朋友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之外人我也沒有辦法去 給他任何的意見 但是他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我自己 預期到的事情 可是呢 我很生氣的是說 為什麼要騙台灣人呢 我覺得有錢大家賺 對啊 你這樣子騙朋友 我真的覺得 是因為我覺得大家是可以合作 因為畢竟其實大家都在海外是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說 大家合作是我覺得不錯的 對啊 有錢大家賺 真的我覺得錢多跟少 我覺得其次 不能說其實錢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說 不要因為錢 壞了有錢 因為我覺得 人的感情是錢買不到 大家如果真的要來就業跟創業 我覺得是真的你要先三思 對 三思 然後可能要做很多功課問一下前輩 那些前輩不管是台商前輩 或者是外國人這些都好 我覺得你就是多問 或者是你可以下面留言問哲哲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有經驗 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 那我覺得它都是一個 一面鏡子 對啊 可能你未來的寫照 你有可能大紅大紫賺大金 你有可能就是開了公子被囤掉 對啊 翻白眼 如果你說你現在要放棄你原有的一片天 然後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創業的話 或者是就業的話 的後台要勾益 我覺得蠻冒風險 我自己可能因為年紀很大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風險很大 現在你叫我回台灣我也會害怕 欸我覺得我回台灣也是 很多人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不回台灣 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回台灣我是從零開始 我是真的 對我能幹嘛 從零開始 其實有時候我會問自己說 開公司是對的嘛 因為其實真的 我覺得人真的要想起不住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想創業 都想當CEO CEO不好當 CEO只是個名字 真的真的 對然後把那個名字拉掉 其實你怎麼都不是 你就是一個廉價老公 對你就是一個拿不到薪水 要幫別人付薪水的人 對很 我覺得這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 他可以給你一個成就感 對 成就感 所以其實就業來講 跟創業來講的話 我覺得個人覺得 我自己會支持創業 因為其實我當時會創業 因為我看我身邊很多朋友 年紀比我小 都創業了 而且都還蠻成功的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個 不要臉的一個嫉妒心態 所以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別人可以我不行 所以我就看了這間公司 但開這間公司之後 發生就覺得說人家好累 對 看不出來真的還蠻累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說 如果大家真的要來的話 要收集夠清楚的訊息 不要等到來太平的收訊息 一定要在台灣先做清楚功課之後 再來泰國 因為真的來短期跟來長期 真的不一樣 對 就是今天這支影片呢 可能不是非常的告訴你 每一個步驟 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我們今天比較是入門性的 告訴你 我們的心得是怎麼樣 你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其實有很多網站 你就可以去找 那我就把資訊放在樓下 或是你要在留言區跟我討論 問我問題 我都非常的樂意 其實大家可以留言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 比較特別的 有些例子不一樣 所以姐姐我覺得想她 聰明力又可愛 一定可以擠得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我就不會回答你 我知道我就會回答你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有任何問題歡迎就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就回答你 好的 也不要忘記繼續訂閱姐姐的頻道 開小鈴鐺然後按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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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格 發生 June ến